可以尝试用GONNEX这款代理产品 它的这款代理产品 它也可以使用免费的 比如说free.gonxcom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这里面有一些免费的可以大家使用 但是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代理 它都是管用的 你可以看到它这就是notworking 大家如果要是说免费的用不了的话 大家可以尝试购买 就是说点击链接购买GONNEXcom 然后我们登录一下 登录之后 然后我们选择IPv4 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IPv4 IPv6 然后ISP 然后mobile 以及president 就是纯家庭住宅代理 然后这里面给大家展示 我要购买一个IPv4 它的价格不一样 然后纯住宅家庭代理的 它对价格稍微贵一些 它是按流量解费的 比如说是每0.9美金一地比 然后全球二十二百个国家都可以支持 然后可以任意自己选择 我这里可以选那个IPv4 选择我想要购买哪个国家呢 我比如说选择马来西亚的吧 因为我在中国大陆小公司上看到很多人在咨询怎么样购买马来西亚的代理 然后这是IPv4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选择马来西亚 然后它使用目的 比如说social networks 然后online games traffic boat pro 然后以下这些 这里面我的目的可以看到 我像做social networks 这里面的一个IP的价格是1.8美金 还是价格还是比较很便宜的 那要买10个呢 我买10个的话 那就是7.1美金的便宜些 这里面给大家来测试 比如说买一个 买一个的话 我要是买7天的呢 还是买14天的呢 还是买30天的 它价格不一样 我要买7天的是0.9美金 然后买30天的话是1.8美金 我这里面我给大家测试的话 其实一个月是最合适的 这样我给大家我买个7天的试试 你可以看到我这里买个7天的 然后我们点击购买 然后它这个付款方式 我选择我的余额 又之前里面充了大概50美金 然后这里面可以看到我的balance 我选择40还剩45.88美金 然后就是我的邮箱 然后好 那我们点击配用途 用途比如说TikTok 然后我选择购买 然后这个oplay code 大家可以用我的code 就是promotecode promo code 我会在留言区放到我的promo code 这边点击配 这里面点击配 然后它这个验证方式是什么呢 是静探ip 还是给一个user加password 这样的话我使用userpassword 这样比较安全些 然后我们点击支付 支付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你的订单已成功支付 然后我们现在会给你一个链接 然后我们返回到我们个人账户里面 他说你可以看到用以下 比如说Facebook YouTube 还有DDgram 然后点击账户 然后点击我们的ip before order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给了我一个ip 这个ip就是我马来西亚的ip 然后截止是7天 然后怎么使用呢 这个ip它给你了 然后它的端口 或者是httbs 或者是59100 然后soxfile是59101 然后用户名是这个用户名 然后密码是它给你分配好的 这里面我们来测一下 我们来测一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ip是哪的 比如说ip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p 你可以看到它的ip不是很准 它这里面说是combo deal 这是减苦债的ip 但是它这其实是错误的 应该你可以看到它是kh 我们来再换一个 因为很多小伙伴 他用这个ipinfo测的时候 它是测的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来换一个 你看到这里面就变成马来西亚的 你可以看不看到 这个换一个就是马来西亚 这个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来使用连接一下 怎么连接呢 我这里面给大家用一个推荐一个 就是我之前一直用的叫shadowrocket shadowrocket之后我们点击 然后添加 添加一个类型 添加一个sox5 sox5的话 然后我们将这个ip拷贝下来 sox5的话 的for的是59101 然后我们直接点添加59108 然后用户名是我的这个吹动费 是我的名字 然后密码是这个 将这个拷贝下来 然后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首先我把我本地的openvp关掉 好 我们再保存 保存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马来西亚的国旗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然后点击连接 这回它的ip就变了 比如说我们来输入测一下 这是我的ip在哪 让我们查新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ip是103.115.171.86 然后国家是马来西亚 然后城市是巴勒东坡 这是中文应该是基东坡 对 这是马来西亚的首都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ip就跳过来了 然后我给大家来测一下 比如说看youtube 就是社交嘛 社交平台 很方便的 那么首先我们进入一个youtube 在进入youtube之前 我给大家来测一下我这个网 怎么样 speed test测试我网速 然后点击 首先我们来测一下download下载的速度 11下载速度是11.6 然后上传速度稍微快一些 它上传下载速度 首先害你取决于我本地的网速 因为我这本地的网速 说句说话不是很快 因为我我家 就我家里用的是那种便宜的单款 所以说它不是并没有跑满 其实这个看youtube完全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我7天才0.9美金 这很便宜的 这是我觉得这是代理里面 就是最便宜的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youtube 一部的话我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short video 那怎么样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是吧 就是说看一下刷一些short video 然后这是我们现在 这个走的是马来西亚的 然后怎么确定是马来西亚的 我们返回到这个 然后输入google 5个google 我们进入google之后 首页 你可以看到它是纯英文的 但是它底下没有说标记是国家的 你就看到就是代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用proxy sale 还是比较可靠的 这是ipv4 它价格便宜 所以说网速稍微慢一些 但是它还是可以用的 大家如果要求比较高的话 比如说想要家庭 纯家庭住宅代理 它这个ip就是家里的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 比如说给大家翻译一下 我们翻译到中文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有居民名 这个翻译错了 它应该是居民代理 大家这里面可以购买一个 比如说选择国家 比如说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选择全世界 还是选欧洲 亚洲 南美洲 然后北美洲 非洲 这都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然后比如说也可以选择台湾了 土耳其了 是吧 然后这里面选择 还可以自己选择代理 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台湾的 我选择台湾之后 我选择地区 比如说选择嘉义的 彰化的 新竹市 比如说随便选个新竹市 城市 我选择新竹 然后isp 你可以你看 我选择中华电信的 公园院 还是种子网 比如说这里面选择中华电信 然后这里面可以填最大 可以填1000个 就是给你分配1000个ip 这里面可以直接一点击创造之后 它会给你分配1000个代理 而这个如果怎么使用呢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一个影片 我这影片里也介绍 也是在这个只有next的这个款代理 就是它原名叫prox sale 而这么可以直接用运行的程式码 直接识别各个国家的ip 然后直接导入这个到这个代理即可 然后可以大家看到 现在我这个可以正常使用 没有问题 然后我要不想使用就关掉 就ok 关掉之后 我们再返回到我这个ip 就是说我们刷新一下 它就会变成我原来本地的ip了 然后大家如果有信息的话 可以尝试使用 然后大家也可以使用我的这个pong 我这个空pong的就是sp42x7j4m7 用这个pong 大家可以有30%的这个 然后接下来 我给大家来购买这个家庭住宅代理 之前我我购买的是ip 我先都给大家来展示 如何购买家庭住宅代理 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resident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它支持200个国家 就是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选择 然后我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选择选择这个truth terrific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它有是pay as go 或者是3gb 还有7gb 10gb 50gb的这个价格 它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里面我们选择pay as go 然后我们点击buy 然后这里面我添一个用途 比如说它是什么用途 比如说 比如说这样的吧 我选择一个小的 比如说500gb 500安币 然后我们选择social media online game 我随便选一个就行了 然后这里面添一次 然后这里面我给大家来展示 比如说我用我的余额 我重置余额 然后购买一个 那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之后 我们返回到我们的代理 就是geo next 然后比如说我的家庭住宅定等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一个就是512gb的 然后一直到7月28号 然后这里面我们选择 添加一个 购买一个 比如说这里面我们选择proxy 在这里面我们添加一个名称叫proxy 比如说proxy 然后用户名码选择这个 然后文件导出的格式是file 然后比如说这里面我们选择country 这里面选择哪个呢 比如说选择worldwide 或者是europe 或者是asian 这取决于你自己的需求 大家如果想 比如说我针对只选择比利时的话 我就选择belgium 这往我可以选择worldwide 然后就是全局的 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基本上 然后这里面我们不需要添加 然后这边选择添加1000 最大是1000 然后我们点击create create之后 这里面会生成一个proxy list 然后它代理 我们创建之后 我们不会马上能生效 我们需要等待大约三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file 我们点击下载 下载之后 本地会生成一个就是列表 我们打开这个 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它这个 有个1000个代理这个列表 然后我们将这个拷贝下来 然后这里面我用一个python的程式码 去识别这些代理 识别代理它是哪里的 然后比如说 我看看它这个是否有效 但是我们需要等待三分钟时间 比如说这里面有个check proxy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运行 http 你看到它这个目前 它这个代理是失败 因为这个代理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识别输出来了 就代表它已经成功了 你看到它现在是一个代理 已经生产了 我们重新运行一次 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输入http 你看到它现在比如说识别是菲律宾 然后保加利亚 然后我们给大家来评测一下菲律宾的 菲律宾的是第一个 我们将这个拷贝下来 然后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软体 就是这个 incognitum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添加一个new profile 然后我们将菲律宾的代理导导进来 添加一个代理 然后我们直接将这个 这个是http代理 然后我们直接将这个 拷贝下来 然后点击check proxy checking proxy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连接成功了 这代表它已经连接成功了 然后我们点击create proxy 而这就是菲律宾的代理 然后点击start start之后它这个多开浏览器 就是将我们的代理识别出来 然后开一个浏览器 然后这个浏览器里面所用的这个代理 就是菲律宾的代理 我们来评测一下 你看到现在已经进入这浏览器了 然后我们输入什么呢 我们输入 你可以看到这个语言应该是菲律宾的语言 这个输入where is my happy 见证奇迹的时刻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代理是菲律宾的 49.146.14.59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代理的程式是bust 然后我们怎么看它是否是代理呢 我们这样的 我们来再开一个 ipinfor 然后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理是否是家庭住宅代理 然后我们输入ipx.ac 然后run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理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ryzen单手 它这是住宅的isp 然后isp是dsr 你可以看到它这是家庭住宅代理 然后我们再来评测另一款 接下来我们来随便再找一个 你看到它这个都是ok都可以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看到它有西班牙乌克兰 然后还有印度 然后巴西还有台湾的台湾的我来看一下 台湾的话它是 或者是1 或者是10099 我们来找了这个 这个第100个 然后我们再来进入这里吧 我们再连一下 我创立一个台湾的 我来看一下我们添加一个代理 我们将这个换成http 我们将这个粘贴下来 然后我们来check proxy 你可以看到它是台湾 然后是台北的 这个时差是台北 然后我们点击创建 创建之后 我们再来开一个台湾的 你可以看到它是非常方便 就是我想 选择自己喜欢的国家和地区的家庭住宅ip 然后最后我们再来测一下 比如说 i x 就说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versus my ip 你可以看到都是中文的 就代表它其实是已经是跳到了台湾 我来看一下这个多台 我们将这个拷贝下来 我们再来添加一个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浏览器开的是台湾的 然后另一个浏览器开的是菲律宾的 它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刷新一下 这个菲律宾的 然后我们再来到台湾的 你可以看到台湾的是台北 然后也是residential 也是加強住宅ip 然后isp是tbc 我们来测一下它代理的速度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测一下speed pass 我们来测一下网速 这是菲律宾的 你可以看到它是跑到了47.46 它之所以没有跑到100多 是因为我本地的代官就不是很快 所以说它可能会比较小 但是如果我本地代官要是非常快 它肯定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speed 它的下载是43.38 然后上传38.29 这个也是也可以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台湾的 你可以看到它直接就是识别出中文繁体 然后我们再来进一下测一下 昌华中华 这是台湾的 它网址不知道为什么进不去 我明白什么意思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因为我本地连的openvpn 所以说它可能影响了一个速度 我要给它关掉 我再连一下 我重新再测一下 因为我本地连的是openvpn 所以说它可能速度比较慢一些 然后我们再来重新测一次 我们再来测一下 最后也肯定会搞的 这回有可能会到100 你看看看 它这个速度就提升了 因为我把这个vpn给关了 因为我本地连的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vpn 所以说它速度比较慢一些 最后我们再来看 你可以看到它是明显的提升了 那这里面我来看一下台湾的 这是 左门是台湾的 右门是菲律宾的 那这个地址 地址还是进不去 你可以看到它的速度明显提升到84 然后76 然后台台湾的这个就是稍微慢点 这是25.66 但是这样的速度 其实是完全可以工作的 比如说我给大家来看下 比如说YouTube 我给大家来看下YouTube 比如说4K的影片 我看看能不能看 但是大家就是 如果要是用家庭主展代理的话 我不建议大家看影片 这个太奢侈了 如果你要是想做一些什么需求 比如说是做一些业务什么的 比如说 比如说炒股了 或者是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 比如说需要用到家庭主展代理的话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不建议大家用住宅代理去看影片 这个比较奢侈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影片 忘了使用这个优惠券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